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阿里加密货币啊咱们今天视频呢主要来跟大家分享啊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啊那第一个呢就是啊咱们来总结一下那现在呢已经是六月的中下旬了啊那咱们总结一下二零二三年十月份到二零二四年目前的六月份以来的行情啊那分析一下这个比特币上涨的中国的原因以及为什么山寨它跟不上啊这是这是第一点原因是今天咱们着重要聊的一个话题啊那第二个话题呢就是 就是为什么说95%的人在本轮的这个牛市的行情当中依然是没有赚到钱依然是没有赚到钱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那第三点呢咱们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利格会员群的一些战绩啊一些持仓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进进场的什么仓什么标的什么时候出场的那目前有一些持仓的不方便讲但是呢我会取几个比较重点比较典型的例子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第四个也就是今天最后一点的也是我们在着重的强调一下目前利格会员群着重布局的是什么呢只提前讲一下是这个大选的这个命币啊OK好那么在本期视频开始之前的呃做一个免责声明呢本期视频的纯属是个人观点分享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那如果说你对加密货币不是很了解的话 请一定不要轻易的把你的资金的放到这个里面因为加密货币的投资的风险是非常非常之大你有可能的一不小心就失掉所有的本金啊所以说如果说你想在这个行业里面开始赚钱的话那你一定要开始学习 从头开始学习系统的进行学习那如果说你觉得哎我这个学习呃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没有这个经历你可以呃加我这个会员群那我可以手把手从头开始教你在这个行业里面如何去学习如何去布局如何去赚钱那咱们在这个后面的第三部分第四部分都会聊到这个利格会员群的一些持仓的一些情况啊 那你也去看一下到底这个利格的会员群操作怎么样这半年的情况怎么样啊ok好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第一点的这个信息啊那第一个就是这个2023年10月份到现在啊其实炒作的呢我们总结一下还是一个比特币的ETF基金的一个一个情况啊那我们都知道从10月份开始呃上去年的1010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其实还是ETF的这个作为主要的这个资金呃那我不知道多少朋友还记得我在 呃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出了好几期视频我一再强调那如果说你当时没能上场的话那么最后一次上车的机会是什么时候呢那我觉得评论区应该会有人会打出第二第三季度也就是2024年的第二第三季度那当时我判断的一个标准的一个依据呢就是第二三季度有可能会出现美联储的降息那这是第一点原因那第二点呢就是我当时预判的呢呃比特币现货一天赋的交易的时间呢是在 2024年四五月份但是呢我没想到他是1月10号通过1月11号就开始交易了所以说在这个没有给这个时间差的一个情况之下那比特币其实呢也是在那个时候呢开始重点的往上冲锋那我们看这个图也是能看得出来啊那这是日线图那其实是在1月份这个比特币ETF通过之后那小幅回调了下啊然后呢这个主升浪 直接就上去了根本就没有给很多人考虑的这个机会直接就将近翻倍了其实这一个主升浪呢还是涨的还是蛮猛的那这是呃第二点原因那第三点呢就是这个减半那我们都知道在四月份今年的四月份的时候他有一个减半那减半之后呢那我们看在其实在呃减半的时候应该是在四月二十几号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啊那减半之后呢呃 通常情况下呢会有回调但是呢我们现在所有人期盼的这个回调的并没有呃出现非常非常像样的回调啊那目前虽然说从最高点到最低点也跌了百分之二十之多但是呢跟往年的这种回调比特币的减半的这个回调呢啊还是啊不可同日而语啊那是差别很大很大所以说我们之前说的这个第二三季度啊呃大家要记住啊呢我们要是总结的话呢其实也是说 这个当时预判的呢是呃最后一次入场的机会就是第二三第二季度第三季度呢也就是目前的情况下之下呢就可以进场了虽然说现在的这个点位呢是六万五千点啊那比之前我们讲的时候四万多点高了一点但是现在的这个确定性的呃这个概率呢会更大一点比当时更大一点啊啊虽然说我们之前啊前前后后这个反反复复还是呃有很多预判失误的地方啊那这个实事求是讲的 咱们不是这个神仙不能预知未来那没有人能够精准的预判到呃比特币是什么时候涨什么时候跌那如果说有人敢说敢这么说的话他一八成呢是骗子啊呃其实九点九成是骗子啊没有人可以预测到未来的一个走势那我们其实说一下为什么这个山寨现在没涨呢那我认为呢呃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还是说这个币圈的这个老玩家呢他们的共识呢还是非常非常强的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我们看从2023年的10月份呃以口气涨到呃今年的这个比特币现货业务通过之前到1月10号这一段呢其实币圈的老玩家呢他们是参与了的但是呢后面呢他们觉得这个通过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个回调所以说很多老玩家呢他就退场了那包括从1月1月底到这个3月中旬的这一段的这个主声了其实很多的币圈老玩家是没有参与的啊那那个时候呢他们很多人呢是把他们的 资金呢去买了山寨币所以说我们看到那一段啊从1月底从这个地方啊从这个1月20几号一直到3月12号啊我记得非常清楚这一段时间比特币翻了一倍其实很多山寨币其实是翻了三到四倍那我们的这个会员群的持仓里面就有很多是涨了三到四倍的这种优质的这种百倍币呃但是呢呃但是呢这个他们在涨到三月份之后呢很多币圈的老玩家就开始卖出了所以说开始了一个回调那比特币开始回调之后呃然后山寨 币也开始回调那目前为止啊这些币圈的老玩家他们依然非常坚定的认为呢也就是在2024年的第二季度第二季度第三季度才是入场的最后的最佳的一个时期而且呢他们预判的真正的大牛市呢还没有开始真正的大牛市呢是在2024年的第三季度开始一直到2025年的年初所以说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呢 币圈真正的老玩家的这种共识还是非常非常强的那虽然说很多人都说哎这一次行情不一样啊本轮牛市行情不一样每一次都这么说但是呢我们不可以忽略这种币圈的老玩家经过了十几年的这种优胜劣汰他们手里面的资金也很大而且呢他们的这种呃在线下聚会也好或者线上的这个讨论也好那么多多少少呢他们的共识呢还是没有跟 比特币现货一天赋没有跟华尔街的这种资金呢形成一个共振也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啊在这一段时间这个比特币开始拉盘的时候其实币圈老玩家就是他们转过去去玩山寨那在这一段时间的调整的时候呢很多币圈老玩家呢其实是在观望在休息他们好像并没有进场啊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呃华尔街的资本的也看不懂了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在拼命的在买入尤其是贝莱德啊每天都在买 为什么这个比特币的价格上不去呃可能呢原因呢也就是在这里呢那我认为啊那从今天的来看那我回过头来又看了下我去年的时候做的视频啊那当时是非常坚定的认为比特币的第二第三季度是这个最佳的入场的一个时机那虽然说目前的价格呢跟当时比还是高了一点啊那当时的预判呢可能是认为比特币在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的价格呢可能会低于4万美金 低于当时的这个价格预判的这个价格但是呢呃事与愿违啊那我们刚刚也讲到了不可能预测到那么的精准但是呢我觉得目前呢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入场的一个机会啊那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啊就是啊为什么这个山寨币它没有跟着那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再一个呢就是VC币呢现在是非常的不得人心啊那很多人转而呢去玩这个命币了那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啊那我们可能会再继续开一期视频 专门去讲一下这个呃我自己的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个人的观点那到时候呢欢迎大家再来观看啊那我们进入今天第二个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啊就是为什么呃在这一轮的行情冲2023年的10月份到现在比特币冲呃一万多点两万点啊涨到了最高7万3但是95%的人是亏钱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啊那首先呢我其实我跟我这个会员群也聊过很多呃那我自己呢给会员群的配置呢也 也犯了一个呃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错误啊呃是什么呢也就是我当时是非常幼稚的认为呃如果说这个我有有几个会员他的这个呃吃仓的总的这个仓位啊就是手里面的这个资金啊优呢不是很多的话那我当时给他的配置呢就是说你干脆就不要买比特币和这个以太坊了呃但是呢现在回过头来讲啊那呃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那为什么是这么说呢那呃我最近呢 又跟很多会员我们再反过来再去讨论这个话题的话我发现当时大家呢都有一个普遍的共识呢就是山寨币的涨幅呢会远远高于比特币但是呢反过来讲呢从10月份到现在将近8个月的时间吧那么现在来看呢比特币还是最稳的一个那比特币呃最稳涨的最猛然后回调最少那所以说呢95%的人不赚钱的是因为没有配置比特币或者是比特币的仓位太低了 那我给会员群的大资金的这个就手里面有10万优以上的这些客户呢退制的资产呢都是比特币和以太坊呢要占50%以上至少要50%以上啊那那现在回过头来讲呢即便是手里面的优很少很手里面的这个可操作的资金很少的话其实呢也是应该去买一些比特币的其实我这么说可能很多币圈的新韭菜呢可能是不以为然啊那比特币现在已经6万5了啊那虽然说前面也涨到7万3 已经跌到6万5了然后呢本轮牛是预期也就是12万到15万那你看着我也就是涨两倍对吧那其实这种观点呢其实也不对啊那么你在这个如果说你是刚刚进币圈的话你一定要观望多看少动啊不要开合约那你会慢慢的去熟悉这个比特币熟悉加密货币的这种高幅度的剧烈的这种大风险高风险的这种波动 你去熟悉它的这种习性这种规律之后就像你游泳一样吧那你在水里面呢你不可能一下水就去游泳你可能要先熟悉一下水性那学过游泳的系统学过游泳的话你的老师第一堂个肯定是让你去熟悉这个水性那么新韭菜进入的这个市场里面呢你一定要在比特币的这个潜水区域里面进行这个熟悉比特币的水性然后呢你再回过头来再说 我再去操作其他的山寨比等等等等那这就是为什么95%的人没有赚到钱其实跟这个仓位跟这个配置啊有很大的一个关系那我本人呢肯定是配置比特币了但是呢我给很多手里面资金相对少的这种会员的配置呢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啊但是呢但是我们这个我后面还是带着很多会员后面通过其他的方式还是赚到钱了那这一点呢我觉得呢这也是为什么我的这个 会员并没有埋怨我太多啊OK好那我们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呃利哥会员群吃仓的一个分析啊那我们首先从这个Jesme啊Jesme是我公开喊单的一个一个标的啊我不知道多少人看过我的Jesme呃介绍的这那几期视频那当时是介绍比资介绍这个Jesme的时候说是日本的比特币啊那我们带着会员群是在三月份啊二月份其实是二月份的时候就开始进群了 一月底二月初的手艺我的这个平均的持仓持仓成本是在0.004到0.005之间啊那我当时是集中在这个区域买的那如果说呃其实我在拍视频的时候应该是这一根大阳线啊这一根大阳线是在0.007附近那即便是你在这个时候上车那我们不说你是卖到最高点吧那是卖到这个地方那第一波涨幅是231%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我带着会员呢其实是在0.023 附近我们是卖了一半以上的这个仓位啊在这个点地方然后呢我们在后面在这个地方又开始进场啊在这个地方进场然后呢呃前几天呢我们又又展仓了一半啊又展仓了一半所以说这两波的涨幅呢是非常非常的强势的所以说这一个呢呃不呃这不是我们这个会员群呃这个盈利最高的一个标的啊但是呢呃应该是做的最顺手的一个啊那这个Jesme 呃我们现在呢依然有四分之一的仓位那很多朋友呢还会有这个一半以上的仓位但是呢这个标的呢我觉得到0.5的这个目标价位呢是一定是能到的啊那这是我们持仓会员群持仓的第一个标的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做了一个超短线啊那这个地方我我刚才是呃担心自己忘了所以在这个地方画了一下啊那这个地方我们是在3月19号第一次让会员群去买然后3月20号21号持续去喊单然后呢在这个 这个地方我们大概大概是在这个地方进场的啊然后呢我们是在4月初的时候卖出啊150%的这个收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DUELDUEL是一个做这个游戏的一个项目啊那这个我们是全部卖完了当时是我是说这个我当时是看这个高点啊是0点呃不看这个高点看这个是0.027的一个附近的高点呃当时我以为冲不上去所以说我们是在0.027这个附近是卖掉了呃 全部卖光了啊全部卖光这应该是在这跟大阳线的时候全部卖光了呃后面就没有参与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现在的这个行情好像已经要跌破发行价了我不知道后面怎么走啊啊但是呢你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去做也做一下研究看看这个还能不能再继续买啊好那第三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呃KIMBO啊这个是一个土狗项目啊那我们会员群呃第一批做的其实是在上市的第三天 那我们第一波就其实是涨了百分啊我们最高应该是拿了六倍啊百分之六百的一个收益这是这个土狗项目里面是涨得最好的一个呃然后呢第一波我们做完之后啊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又开始进场我们反复做了好几次了然后一直到他创这个新高啊很多我当时给会员群所有的人呢说这不管是什么点为进场的然后只要他翻倍然后把这个KIMBO呢卖成AVAX 然后拿着AVAX一直持有到现在也就是说你的AVAX几乎呢就是呃零成本撸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呢也是我们会员群吃仓呃操作比较成功的一个啊那接下来的一个就是这个WorkCon了那WorkCon我这个呢也是公开喊单的一个项目啊呃其实最早喊单就是在去年的这个七月七月份啊我自己还去做了这个红膜验证我当时是少量入场入场然后一路跌到这个跌破一美元啊跌破一优 然后呢这个我们开始加仓加仓之后其实大部分的会员是在这个区域啊在这个区域开始进场那进场之后呃小部分人在这个地方卖掉了在四块多卖掉了然后呢我们又在这个底部又开始吸筹呃吸筹筹码其实大部分我们会员群大部分人的持仓成本应该就是在两优到三优附近当然了后面进群的朋友可能呃有套在七优附近的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那我们这个持仓成本其实最高收益也是翻了百分之四百啊 百分之四百虽然说现在已经又跌到了我们当时的这个持仓成本附近但是呢我觉得呢这个work on的后面还还有可能再去拉一波呃当然了如果说再拉拉一波冲高冲新高的话呢我们有可能就会放弃这个了呃因为他后面还有很多很大大量的这个天量的解锁后面呢我们会员群还有对这个币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更精准的一些操作啊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这个没有公开喊过但但是呢我今天可以跟大家去 公开呃说一下那我们大部分人进场是在这个三月份啊呃在这个地方进场然后呢我们是在呃几乎是卖在了最高点啊也是三倍的一个收益三倍的一个收益然后呢我们在最高点是卖了一半的仓位那目前又回到了我们当时差不多又到了我们这个进场的一个时刻了啊呃那这个velo啊velo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以上呢就是呃我们会员群本次啊这八个月以来呢操作的 最成功的几个标的当然了也有一些操作不好的比如说这个啊要不讲了操作不好的就不讲了呃大家都知道啊有一些这个二层二层的这些网络的操作的不好的呃那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呢我们要等这个以太坊以太坊这个好了稳了之后我们再说啊这是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会员群吃仓的一个分析啊那如果说你感兴趣加会员群的话可以在这个视频下方的免费电报群呢找到我本人啊 然后呢咨询入群的方式啊那这个会员群的这个每年的这个费用呢是1000U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一个部分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呃这个我们目前在做的大选的这个仓位啊大选的币的这个命币啊那这是多次在节目里面讲到过可能最新看我视频的朋友不太了解啊那目前的我们是呃吃仓的是这个拜登BRDN都全部都是在SALONA链上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R RFK第三个呢就是川普那为什么要布局这三个呢因为2024年11月5号呢是美国大选的日子那在这个时候从现在到大选那四个多月的时间那我觉得呢这每一个标的呢都有可能冲上呃十亿美元的这个市值那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在这里跟大家演示一下那如果说你在这个dex screen的上面搜拜登的话那我们现在啊今天是排名 第二今天是排名第二前面的是排名第一然后呢你去搜这个呃RFK的话那我们看到排名第一的就是咱们这个推荐的社区推荐的这个币啊当然了你去搜这个川普的话可能是排名比较靠后了因为川普是呃出来的比较晚啊然后呢川普呢其实今天啊今天都在涨啊都在这个反弹好那呃这个这三个呢配置呢就是怎么配置呢呃拜登RFK 和川普呢是4比4比2然后呢建议呢不要超过你懂吃仓仓位的10%啊那这个呢多次在我另外一个频道利哥区块链日报上多次跟大家讲啊呢可能很多朋友也都听烦了啊但是呢啊但是呢我觉得这几个呢有可能会改变你的人生改变人生的几个标的OK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所有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